台鐵經過平面道路 突然一輛銀色小客車 卡在平礁道 列車直接撞上 列車緊急停駛確認狀況 發現車頭有明顯回損 警方立刻到場了解 但駕駛反駁認為 是平礁道的遮斷感有問題 我想說有一台車趕快衝過去 我想說很危險 萬一火車來了 所以我不知道 我已經快來這邊了 事發在花蓮吉安 想當時列車準備要北上 車主看到對面的遮斷感降下 緊急煞車卡在路口 但警鈴和喇叭已經響起 遮斷感也降下 紅燈耗製也亮起 但駕駛質疑是遮斷感降下的速度 有問題才會釀成擦撞意外 所幸無人傷亡 但附近的民眾也表示說 這種事情常常發生 原來這個路口平礁道比較長 就是斜坡 很多駕駛都過不去 就被卡在柵欄裡 光是今年一到八月 就發生超過十件類似案件 那列車駕駛警任以後 仍然不急 然後撞上該制小課 該名女駕駛只受輕傷 那全案我們依 那個公共危險罪移送 路口對向柵欄連動 被民眾質疑有問題 導致駕駛反應不及撞上 根本是死亡陷阱 發生多次的公安意外 也引起民怨認為台鐵 應該出面說明儘快改善 避免更嚴重的意外發生